有一位马大姐 她本是个大闲人 冷不丁啊 没了工作 她好像是丢了灰 这岁数 在就业 学技术没有问题 不甘心 从此写菜 成天节过玩儿挑盆 有一位马大姐 她可真是个大忙人 冬价长 西价短 专帮人解难天 饥饿如愁 不计得失 满江热情 提前退休 心不下岗 人生在搏几回 刘勇 刘勇 我这心脏不好 连你亲天的心脏都不好 那该赶快上医院瞧瞧去 我这不是病用不着瞧 还说没病呢 你穿着脸色 穿着气色 穿着精气神 怕别得出什么大病了吧 刘勇啊 咱们怕的不是得病 怕的就是不能正式疾病 战胜疾病的决心 妈的眼儿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没病 我真没病 就是没睡好觉 这睡得好觉就是病啊 忘轻了说叫失眠 忘重了说叫神经衰弱 保不齐 还有大病呢 你比方说艾滋病啊 白血病啊 单痛脑瘤 淋巴 没有 什么病都没有 就是最近我这恐怖片看 我那吓得 你刚才说恐怖片 有什么恐怖片 借我看看 哎呦妹子 你要是还想好好活着 你就千万别看 别弄到最后像我似的 听见什么动静都心慌 谁像你似的呀 瞧你那点小胆 我胆还小啊 我是有名的贼大胆啊 你看 我敢把大土鳖割嘴里 你干吗 我敢生吃羊肉 你敢吗 我敢深情半夜的一个人走 夜路你敢吗 我还敢夜不归宿 你敢吗 哎哎哎哎 刘勇 你这说什么呢 啊 教唆爱家学坏 教他夜不归宿是吧 哎呦不是 我是说恐怖片那个可怕呀 用你胆再大也没用 他就在那内容里边 尤其是他 他关键是啊 他特别认识 什么不能想的 哎呦 恐怖 能恐怖到哪去 比大老虎追你还恐怖 那 那要比起鬼追你 还是大老虎追的好 哪 哪有鬼啊 我们是乌生论者 百分之百的 唯物主义者 根本就没有鬼 就是有鬼 哎 哎 咄腰碰上我 你看我 把他大翻在地 再踏上衣碗直脚 那是您 我可不敢 我这病啊 算是老了 哎 记住了啊 以后可千万 别那么大声叫我 我这心脏受不了 妖妖 你们这么说了 别大声叫我吗 妖妖 这更瘆人 听起来就特别像那恐怖片里面女鬼 还有女鬼呢 这恐怖片你赶紧借我看什么 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看我们男的都吓成了这样 你们女的要是看了 后代不同了 男的都一样 男同志吓成那样 女同志就不一定害怕 是吧 刘友 你把那炉唱带给我拿了 让我看看 到底有多恐怖 是不是 今天他不让我吓死 我还跟他没完了 来 来 我看看 行 我给你们按好了 我可就走 这我可不敢看第二遍 瞅女儿出去 这恐怖片叫什么名 午夜凶灵 多可怕呀这门子 对 说说都烫死了 凶灵 这有什么好恐怖的 什么灵 是门灵还电话灵 你可千万别离这个词吓死我了 我提什么了就吓死你了 真没想到 刘友 你也有近天 不是 电话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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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要不然 咱们别看了 我本来就不爱看录像 就跟她这么一说 我还非看不可了 趁着 来一下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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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老师 哎 图子 你还还还 回路 怎么了你们吓我一跳 爸 是你的 不是鬼啊 谁是鬼 大白天哪来的鬼 我们都是无神论者 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 好啊 先别吹 看看这什么午夜兄弟 怎么了你们这么一惊一乍的 爸 别借 千万别借一借就没病了 什么一借没病 我看是你们有病 你等着 叫你同学找你 不是同学 是鬼 别胡说八道 接不接 快点 那里边人家是鬼 听见了吧 他说你肯定是鬼 哎 哎 哎 行 给我转告他 哎 你们同学让我告诉你啊 你才是鬼呢 爸 这有可能鬼魂附体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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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别装身这么管 咱们 要真害怕 咱们把这什么凶灵关了 它不就完了吗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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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 爸 爸 爸 你看 那鬼从电视里出来了 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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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你倒霉孩子你 妈 妈 妈 这午夜兄灵 您看了也害怕吧 可恶 可不 可不像你说的那样啊 有什么可害怕的 就几个小鬼儿跳来跳去的话 哎呦 跳屁 真是 跳气 跳气 跳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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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还真行啊 哎呀 哎呀 哎 比如说 昨儿啊 今天那么一劝 我晚上回去睡觉踏实多了 你踏实了 我可更踏实了 是吧 我王叔看不了 他没怎么看 光捂着眼睛了 想我王叔这点出 出奇的胆量 他是出奇 出奇的胆小 你没看他 看那个 五月兄牛的 说那副样子 说副样子 呦喂 坐着肩 捂着脸 堵着耳朵 闭着眼 在那活受罪就这样 我说马小燕 咱能不能实事求是点 就昨天晚上看那破录像 哎 什么破录像啊 那叫午夜兄灵 是日本著名的恐怖片 哎呦 在日本院线放映的时候 吓出过人命了 出过人命呢 那怎么 哎 那我就不怕 哎 我不光不怕 我还挺爱看 我还挺爱看的 午夜兄灵 好看好看 回备无情 哎呀 那我也还看 哎呀 可惜啊 这午夜兄灵 怎么就一部啊 也没什么子媒片续集什么的 哎呦喂 没连着看 真不过瘾 那眼儿 还真巧了 我同学刚给我送了一部 午夜兄灵第二集 啊 哎呦 别急啊 我这就给了那男子送鸦 stick birl 情书 别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被人为了我们看,耽误了你自己看哪 哈哈 不耽误不耽误 什么 fab 快 把这碗出房去 妈 您说什么呢 这黑灯瞎火的 您要我一人去厨房啊 不行不行 多吓人的 有什么可吓人的 你不天天去厨房吗 我也得奇怪我自己 以前我怎么那么傻大胆呢 找借口逃避劳动 老王赶紧去 这我也不去 我还抓紧时间 看我那午夜凶灵续集呢 你还看 你不敢看了吧 我敢看啊 我得好好享受享受 这恐怖片的乐趣 这还恶 其实吧 我也挺想知道 那续集后来怎么着了 爸 要不然我陪您看 妈 您去厨房吧 我去 我待会儿去吧 我也来享受享受 恐怖片的乐趣 您好 您好 人多重大 要不我先睡去了 我先睡去 爱家 妈也睡了 你也早点睡 明天早上还得上学呢 妈 妈 妈 我睡不着 你们俩好歹还有个伴 我 就我一个人 不行 我害怕了 老王 要不然你跟爱家换换 换不换 他害怕我 就不害怕了 妈 求求您 别偏见我一个人 那什么 那什么 你到里屋来 跟我们集集 咱凑个有段 妈 你睡着了吗 没有 老王 你睡着了吗 我睡着了 睡着了你还说话 都别说话了 闭上眼睛就都睡着了 我一闭上眼睛 那满脑子都是电影里那鬼 那你睁着眼睛 睁着眼睛 我怎么睡得着啊 我得睡了 明天一早起 我还得上班 妈 您看那窗户 那窗户怎么了 您看那影子 那 那树印吧 树印的影子 它怎么越变越大呀 是人 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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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 快快快 出口上有人 快快快 爸 边局 哎呀 快去看看呀 我还就不信这鞋子 我还就 来了 出来 谁 出 哪有人呢 那我们俩刚才都看见了 连个人影都没有 你们俩别疑神疑鬼的了 赶紧关灯睡吧 啊 我还要 又怎么了 爸 你听了 电话链 不是咱家 是对门刘勇咱们家 刘勇别急 千万别急 只要一接 那鬼就顺着电话现进屋了 别吓唬 哪有鬼那恐怖片 生活中根本没鬼 没有鬼 那就是人 现在已经零三点了 谁往他们家打电话呢 这倒是 你管他呢 又不是往咱家打 睡吧 睡吧 妈 您听 好像是开门和关门的声音 这老刘师傅下中班回来了 对 不对 刘师傅下班回来以后 都是先听到脚步声 后听到开门声 可刚才光有开门声 没有脚步声 小偷 不是 要是小偷 刘勇早喊抓小偷了 那刘勇睡着了呢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两天刘勇那恐怖片看多了 正到失眠呢 没睡着 还没喊 这刘勇被害了 喂 喂 妈妈 你别瞎说 怎么是瞎说呢 你听我分析啊 半夜三点 先用电话铃刺他 然后喬勿声的溜进房间 刘萌想着 还没来得及呼吸呼呢 就被当童子了 刘萌萌小声 卡丽子 要不然刘萌枪 打死 不对啊 你要得开枪 咱们能听见枪声 小李同志啊 情况就是这样 谋杀 谋杀案是肯定的了 我们听得真正的 您快来吧 多大人事 还有警犬什么的 都别骂下 好好好 我保护现场 保护现场 我保护现场 我保护现场 从名字里流出来的血迹 这是血吗 你像是什么水啊 小小 刘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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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昨天半夜三点钟 你们家怎么那个电话铃响了 刘萌 电话铃 我爸往家里打的呀 那我们没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 那怎么听得你们家有那个开门关门的声音啊 关门的声音 那我爸打电话说他下中班就不回来了 我就在里边把门给锁上了 那枪声呢 什么枪声啊 你说说 那个 你说的是啤酒瓶子吧 昨天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糊没看清楚 你啼碎了炸的 取证结果 门缝里流出的液体是啤酒 黄大姐 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啊 您看您看 好了大伙散了吧 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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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了 就走了 这就走了 喝杯水吧 哎呀 你看 马德雅 马德雅 你哥们又拿了一盘录像带 五月凶灵第三集 去去去去 你跟你这盘破录像带都给我滚得远远 啊 谁说人活着就为了钱 不该管的闲事还是得管 虽说昨天像一阵不过眼云烟 从现在开始也不算完 你拍一 我拍一 赖汉也能取好气 你拍二 我拍二 人老还得有个伴儿 你拍三 我拍三 五一神功要戒穿 你拍四 我拍四 出事不能自不自 你拍五 我拍五 虚假广告 太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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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六 我拍六 装修还得自己弄 你拍七 我拍七 偶尔咱也打回地 你拍八 我拍八 小孩早恋必须抓 你拍九 我拍九 两口子吵架别动手 你拍十 我拍十 发挥鱼热还不吃 谁说是金元家 他太平凡 没有老百姓 社会不能发展 灾难的日子 只要你有个信念 别说你忙 你没时间